五天見報帶來金錢背後故事 我是楊時光 我們看昨天FED主席葉倫 這在12月15號即將 兩週後決定利率會議 但在昨天發表了一個 史上最鷹派的講法 對於整個FED的 12月中的一個升息利率決策 似乎已經正式拍板 那這引發市場上非常大的波動 我們看昨天晚上沒有股市 開屏震盪 結果在葉倫講完話之後 出現了整個尾盤擊殺 中場是大跌的發展 那另外我們看美元是出現 噴出了一個變化 那另外原物料市場 黃金又再創多年來的新低 所以目前對於美國 即將升息的舉措 昨天市場再度進行了 一個震撼教育 那我們就做一個觀察 到底葉倫說什麼 而市場的反應又是如何 好 另外我們觀察是大陸 大陸股時間再創一個 功高的格局 那我們可以看到 像昨天的地產股 今天繼續領軍 做一個噴出的發展 那另外今天漲幅 擴大到了金融類股 以及網路族群 那我們還是要觀察 因為這一次大陸的一個 供給側的改革 將是一個非常具有 觀察性的一個方向 因為我們不斷的強調 全球的政府通常是針對 需求面來做刺激 可是大陸再度啟動 是供給端的一個改革 那大陸的做法跟玩法 會給整個中國的經濟 跟全球的金融市場 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再做掌握 另外俄羅斯跟土耳其的爭端 越來越高 甚至連美國都看不下去 那美國態度就是 土耳其你別掰了 那基本上你炸就是你炸的 而且看樣子 這個好像理事失去的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 惡土的爭端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局面 特別是俄羅斯的南向政策 掌握到了這次機會 公佈了大量的證據 那土耳其的角色就非常尷尬了 好 怎麼解讀 我們今天請來四位來聽 一期金錢爆 帶你瞭解金錢背後的故事